应征男公关没被录取 竟然一响天开的 行抢老奶奶 也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新北市永和一名男子 日前应征男公关的工作 后来没被录取 后来就认识了 这17岁的张姓少年 两个人因为缺钱花用 竟然就相约 抢夺一名90岁老奶奶的包包 而为了躲避查气 他们嫌犯还用交代 来变造车牌号码 骑车逃逸 不过好险的是 警方调阅沿路的监视器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像这两名嫌犯 成功代表